我們來討論這個函數的升降性 就是地增或是地減 就是說這個函數在定義上面 就是i 這個是定義 定義裡面任何的這個元素 就任何的變數 任何變數上面的值 這個假設是x 這個假設是y 如果x小於y的話 它對應到的函數值 fx就會小於 fy 這個的話我們叫做地增 就是越來越大 當x增加的時候 函數值也跟著增加 這個我們叫做地增函數 相反的 如果x如果越來越大的話 結果y值越來越小 那這個我們就稱為什麼呢 稱為那個地增 比如說在這個範圍裡面 這個x它是小於y的 它的什麼呢 這個fx 就fy的話 它就小於什麼呢 小於fx 也就是說 當x增加越來越大的話 y值就越來越小 就是說 當x的話小於y 這個時候 這個時候的話 fx 它是大於y 也就是說 fy的話小於fx x越來越大的話 那個 函數值就越來越小 那這個我們稱為什麼呢 地增函數 這個時候 會做很少的 把描在冰油 上面 的 可以 拿去